年齡部分的話 要不你就是用逸耳 可是逸耳的話 他沒有精確到 他的月跟日 所以比較精確的做法是用Dedif 但是Dedif 在日取時間函數裡面 還會再講到 他的 這個Dedif很奇妙 你在日取時間函數裡面 是找不到他的 他沒有這個 但是你可以用輸入的 輸入完之後 他會 達到你要的那個 那個結果 那所以這邊的話 Dedif 特別注意就是要自己打 等於 Dedif 這個Dedif函數非常重要 因為只要牽涉到那個日期的時間的 運算 用這個函數是最好的 如果你不用這個函數的話 你用其他函數麻煩的要命 Dedif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Dedif 裡面的話 需要哪一些 條件 需要有一個 前面的日期 加一個 後面的日期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 加上那個 你要比的是 年還是月還是日 所以首先的話 因為我們可能先 先 產生 第一個今天日期 今天日期的話 today應該很簡單 你可以用 now 不過 now 因為這邊不用時間 所以 now的話 是多一個時間 所以我們用today 今天日期 按確定 他會回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用dedif 直接打上dedif 刮核 前面的日期是生日 逗點後面的日期是今天日期 逗點 在比什麼 比年的話就是y 比月的話就是m 比日的話就是d ok 好 那直接按打勾就可以了 我們就會知道說 他到底 是幾歲 88歲 年紀 比較長 這個老人津貼的 條件就是要超過70歲 而且涉及在 北市跟新北市 兩個條件 底下的話年齡都可以往下調整 那當然一樣要把這個給鎖起來 F4 打勾 OK 往下調 OK 那就算出來 那這底下應該都是年紀比較長 你會發現現在 滿街白天的時候幾乎都是年長者 很多 現在好像小孩子反而變少了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年齡部分算出來之後 而且你會發現他會 如果他有滿 他才會 才會幫你進位 所以如果說今天把他生日改成12月28 的話 那12月28還沒到 所以你會發現 移開 他會扣一歲 為什麼因為生日還沒到 那如果生日到的話 也過了 那他會自動幫你增加一歲 那Dative跟用year的差別是說 如果用Dative他會自動幫你去計算到 月跟日 但是year 他就比年而已 OK 那老人今天有沒有符合就兩個條件 所以兩個條件的話 一樣插入函數 那一樣我們用 那個邏輯裡面的那個if 按確定 那兩個條件 所以我講過 第一個條件可以先打 如果他大於等於70 而且 那怎麼辦 移到前面來 打一個and 或者你直接先打and也可以 瓜糊 中間加什麼 加豆田 第二個條件給他就可以 第二個條件是 這個 北市 跟新北 或新北市 所以當然 你也可以在裡面再加一個什麼 偶爾 可是有時候你不用那麼麻煩 為什麼 因為新北市跟台北市 他們有共通的地方 就是 後面都叫 北市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只要後面兩個字 等於北市 那不就OK了嗎 對不對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這裡面再加一個偶爾啦 不過會變得很長嘛 也可以啦 比如說打個偶爾 瓜糊 那個儲存格等於 台北市 豆點 等於新北市 不過會變比較長 比較短的方法 我們來試一下 用那個right 所以這邊的話 前面加一個right RIGHT 瓜糊 然後後面兩個字 豆點 兩個字 等於 然後 北市 後面兩個字是北市 所以你這邊的話 打一個一定是台北市或新北市 所以 北市 然後 後瓜糊 就兩個條件 然後如果為初的話呢 那就符合標準 反之呢 不符合標準 這邊有個 不符合 這個是符合標準 所以打上那個 標準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不符合標準 如果是住在新北或台北 這樣的話按確定 那幾乎應該 大部分 如果是住在新北或台北應該年紀都到了 那就符合標準 那就符合標準 那像這個新北 可是他們年齡不到 不符合標準 OK 那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是用right 去 判斷 當然你也可以改一下 剛剛有同學用偶爾 你也可以改成偶爾 然後再來做判斷 那 等一下請各位試一下 後面還有一點時間 把它改成VBA 跟什麼 這邊有一個制定函數 那VBA有兩種 OK 兩種應該還記得吧 好像廣告台詞 這個 兩種的話 第一個是 用我們原來的方式寫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 這一個 公式 假如直接輸出到這個格子裡面 這個公式 直接輸出到這個格子 我講過嘛 如果你要直接輸入這個格子的話 你要 注意兩件事 一個是 如果有雙引號 把它改成兩個 所以這邊有這麼多個 就把它改兩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 把那個 把裡面的什麼列號 5 這邊D5 跟E5 改成I 就OK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如何利用那個 Dedif 先做出來 記得前面是 前面的日期 就生日 後面的日期 是今天日期 最後再把它改VBA 好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反正 這些東西都是固定的 你就是 要把它熟練的話 就要找狀況 找一些 實際上工作上遇到的狀況 其實多演練 演練久了之後就熟了 熟了之後很快 兩下就做完了 那有一些要訣 反正就是符合我們剛剛的那個 流程 一下就做完了 試試看 哦 好 好